卡森斯要來進入到T1聯盟台平雲豹這支球隊 那其實有很多正面跟負面的一個反應 當然正面的反應就是這個促進的票房 大家提升大家看比賽 因為前面突然Howard進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滿滿的觀眾就是要來看球星 可是負面的一個效應是 卡森斯打這四場的一個比賽 那後續呢 我不認為這是負面 這也是正面啦 對 他就是來刺激嘛 這就是職業運動 不管是帶來票房帶來話題 有什麼損失 一點損失都沒有 所以沒有負面 對 我嚴重反駁網路上的聲音 是 我想坤哥這個話說得不錯 這這就是事實 我小投資賺大錢 我滿滿的聲勢 滿滿的聲量 我虧什麼 能打我就繼續留 如果能打體能不好我就回去 我還是贏家 而且花錢的不是說負面的球 是球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負面 我也看不懂這個負面的聲量 你們到底在扯什麼 是 對不對 有啦我今天可能花一萬塊 可是我只能賣到一千塊的門票 那當然 那當然你可以說我負面 好吧 我得不償失 是 但是如果票房滿 聲勢滿 話題滿 我輸在哪裡 他就算體能不好 表弟的體能跟不上 那一個月走了我也沒虧 是 我聲勢還是賺了 沒錯 對啊 這個話題性還是非常的高 對 百分百 對 這當然生意的操作本來就是這樣 沒錯 如果今天你是總管 你是老闆 你會這麼做嗎 你還是這麼做啊 那當然去年Dwyth Howard 今年Carson 不知道明年還會不會有哪些球軍 我會不會有哪些球軍 我會不會有哪些球軍